名字就是出生就是这个名字 叫胡彦斌 叫我Tiger也有啊 叫我虎子哥没有 虎子哥听起来 就是要戴那个毛毛的帽子 没有虎子哥自己说 小明有啦 小明叫冰冰啊 然后我妈会叫我冰冰 李 李 就小的时候 就是在海南的时候 按理来讲 发音应该是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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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音 第一个是三音 第二个是李 李 怎么写啊 写字 我也不懂 他们 但现在看网上 有朋友写的就是李 李 姓名 何淑环 陈铭铭 爱心觉罗勇琪 逆生古巨鸡 还有吗 没有啦 花名 很多名字了已经 花名没有吗 有 念书的时候 同学叫我波鸡 广东话球 其实叫波 因为我小时候很胖 没有高跟宽的 我是一个用直径来量的 像个球 我学生时候 绰号叫牛奶 好像因为我皮肤很白吧 但这个就是 爸爸妈妈生得好 防尔赛的 小小 闷堆 闷堆就是闷堆 死串华 就是 超级枯碍的意思 身份证名叫黄小霞 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家称我 小霞 我觉得这个贼亲切 你知道吗 以前大家叫过我苏珊 这个就是哈林大哥曲的 因为以前嘛 我们每一个歌手 基本上都要从模仿开始 那时候我就模仿苏睿 她说 哎呀 你模仿的那么像 你干脆改成苏珊算了 我说那好吧 那就苏珊吧 蓝亭峰 我的第一个艺名叫蓝亭峰 高中的时候吧 我当时特别想跟自己取个艺名 那怎么办呢 而且除了艺名以外 还要有自己独特的签名的方式 然后当时拿着一个新华字典 我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必然以翻一点 点到什么字就是什么字 所以点到的三个字是蓝亭峰 而且我有签名的哟 所以你当时用这个艺名干什么来着 没有 就是练字 自己没事的练 有蓝亭峰的莫宝是吧 我待会给你留一个吧 Sitar 还有所大呢你这样说 Sitar是因为我喜欢一个西塔琴 为了不跟我的职业有所脱离 我就用这个琴的名字 变成了我的英文名 Sitar 不是Guitar 好羞耻啊 叫Silence 这是我正经的英文名 有用的人才 我祖籍是山东 我的父母都是山东 嗯 我们这次有好多祖籍山东的 老乡嘛 老乡见老乡 一话越说越亲 富士丽眼王王 哈哈哈 嗯 宋树丽是我的大名 我爷爷起的名 老乡 嗯 嗯 嗯